这部电影共分为四部每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情节都很深入人心因此 获得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 这部以吸血鬼为主题展开的爱情故事 和狼人与吸血鬼之间的一些冲突 和整个演变的过程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尤其是电影中的这两位男女主角 曾经是被网友公认的迎评最佳情侣 并且两个人也是阴气生情 现实中发展到了恋人的关系 但是没多久感情破裂 如今男主人生圆满儿女主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却意外的对外公布自己出柜的消息 这无疑是轰动了娱乐圈 因为这个消息真的是太震撼了 不仅如此 她一改曾经性感迷人的风格 剪了一头利落干面的短发 并且还跟自己的助力 发展成为恋人的关系 真的是点点惊爆 让人诧异的前段时间 目光与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也是对外公布 自己已经分手的事实 毕竟对于同性之间的爱情 真的是挺脆弱的他们处于的环境 是在大家的质疑声中 还不被大家看好的基础上如今 大家也是感到特别的心疼 毕竟她她转变真的是太大了 又有传言称她是因为在感情上受挫 才喜欢上女人 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并不知晓 但是只能真心地祝愿 但能在感情上 获得圆满有一个好的归宿 虽然女主处于单身状态 但是男主已经跟别人结为夫妻 现如今的男主 跟之前相比 真的是相差太大了 曾经她是演爱德华的时候 真的是英俊帅气雪白的皮肤 让女生都羡慕 再加上她演吸血鬼这个角色 更是深入人心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现在她的长相 网友表示已经涨参了 不得不说 物美明星的变化 的确是跟荧幕前相比相差特大 可能是她们本身 就是白皮肤的原因 再加上饮食的问题 导致她们衰老得比较快 就拿小李子来说 曾经可是迷倒外众少女 称之为梦中的男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